古物咨询委员会就深水堡主教山沛水库发表评估报告 说沛水库极具文物价值 也保留着极高的原貌 现正就评级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 主教山沛水库在去年12月因为当局的测射工程引起关注 古物咨询委员会已经同意评为一级历史建筑 当局利用VR虚拟实景技术推出网上盗栏 比市民更了解沛水库的内部结构 古之会的评估报告说 1904年落成的沛水库面积大约1600平方米 是本港现存第二个历史最悠久的沛水库 在同类的建筑当中十分罕有 极具文物价值 建筑价值方面 沛水库情环状设计 混形土拱形天花由五边形花岗岩箭石 多排红砖拱圈和108条石柱支撑 石柱由石砖竹砌、拱顶、拱圈和支柱 以仿罗马土木工程方式建造 虽然有四条石柱和砖拱被移除 不过重要的功能性够件 就好像排气管、通风井 淨水井、半圆形渠、进出水管等 现在还保留着 保持原貌程度极高 至于当局早前进行工程的时候 拆除的石柱和砖拱也已保存好 日后可以修复 无线电视机者 吴森鱼报道 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